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賽馬怪談鬼上身的環節 夜媽媽又是世榮和大家一起圍著火爐 在上面看著堅仔賽馬APP 找一些不正常的騎鍊出擊報名 甚至乎鷹騎不騎 我們一般都稱之為鬼上身的馬匹 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 如果沒有高血壓 不是孕婦 又或者沒有心臟病的話 千萬不要按右下角四星龍珠 以免嚇壞大家 馬上帶大家看看今次有甚麼馬是鬼上身 我們看到這匹極速騎兵 剛剛贏完三班谷草1650 鑽頭就馬上走來沙田埗三班千八 其實如果你說剛剛賽日沒有三班1650 或者期限太近 仍然說得通 因為剛剛那個賽日真的沒有三班1650谷草 不過我們再看看接下來的報名表 其實在2月21日根本就有三班1650給他報名 而姚本輝就出了一隻剛剛沒有威脅的總理 今次又再出總理 證明根本就是楊個位去跑極速騎兵 而極速騎兵這隻馬 這次跑三班千八 根本就是有心部署 既然抽了十一檔也是同場的冷門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艾少禮在這場跟上一次一樣都贏得相當輕鬆 今次千八場直路 草斷如果有一些適合他的補足 我相信這隻馬增情都應該好像美場方仔那匹大千眼界一樣 一樣可以繼續有一個好的收穫 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賽馬怪談鬼上身 明天還有很多精彩節目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